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8月11号星期六 今天我要跟大家报告两件事情 或者说分析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美国政府 川普政府对中共在美国境内的物业资产展开行动 打响了第一枪 那么这个大家知道海航集团公司 就总部原总部在海南岛的 中国海南岛的这个海航集团公司 在纽约有一栋这个大楼 那么现在川普政府下令对这栋大楼 对这个物业展开调查 美国媒体有不同的报道 这个用词不一样 一个说法是调查 一个说法是查封 再一个说法是冻结 就像这个纽约邮报的报道 就说川普政府下令对这个海航集团 在纽约的一栋大楼资产冻结 所以这个立即引起了议论纷纷 这个海航集团是中国的一个大集团公司 有官方背景 权贵背景 那么它在前几年 这个投资4亿多 将近5亿美元购下了这栋大楼 位于纽约市曼哈顿的第三大到850号 那么去年这个公司又在这个 它设立了一个所谓海航慈善什么公益基金会 然后这个基金会的总部 这个基金会的总部不是设在中国 而是设在美国 设在纽约 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慈善事业 只知道他有巨大的资产转移 比如当时有个最大的股东 说占29.5% 将近30%的最大股东 一个叫冠军的人 突然把他的股份全部捐出 说高达3000亿人民币 或者高达百亿以上美金 捐献给这个慈善基金会 就是海航慈善公益基金会 而总部在纽约 也就设在这种大楼内 那么这些事情都让人感觉到 朴素迷离 非常奇怪 因此这栋大楼设立之后 这个川普政府下令调查的原因 是因为这个以国家安全为由 说这个恐怕不利国家安全 因为纽约市的第四期分局 就住在这栋大楼内一层 其中一层 另外这个时期分局管线的范围内 不到一英里处 还有川普总统本身在就之前 他就有的一栋物业 川普大厦在这个范围内 而川普在经常来往于这个大厦之间 即便就任总统之后 也是经常在这里 在2016年他后任总统期间 就在这个大厦内 广泛的接待世界各地的 来客和会见幕僚 或者组建政府 因此这个地段相当的敏感 事关美国的国家安全 因此川普政府下令调查 而下令还有两个理由 这个下令是美国政府的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 那么现在刚刚前不久 参众两院通过了一个 这个2019年国防受贴法案 其中有一项就是 加强对外国投资的这个审查 其实就是针对中国 主要针对中国 因为这些年来 主要是中国在美国大量的投资 尤其是投资这些什么商业楼宇 动不动就整栋购买大厦 酒店等等 那么这个这个法案呢 虽然还要经过总统签署 但签署应该是没有问题 但这个法案已经就是 这个在参众里面通过 压倒性的通过 而且主要是针对红色中国中共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都知道 这个海航集团的背后是中共的权贵 第一个针对的中共权贵 就是现任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他是背后的这个这个靠山 那么事实上还涉及到国家主席习近平 而前不久 这个海航集团所发扯的其中一个董事长 在法国蹊跷死亡的事件 至今还没有得出一个结论 表面上说是这个事故 说是这个拍照死 事故 那么当时我们在美国之音的节目中 已经分析了 几乎没人相信 有关自杀 他杀 谋杀 等等 仍然是各个消息和分析的主要的一个结论 因此这个王健死了之后 他所持有的15%的股份 根据他申请去年 2017年初公司董事会内部的一个协议 他的这15%的股份 要归于这个设在纽约的这个所谓海航慈善工业基金会 所以这个海航慈善工业基金会 现在拥有了海航集团38%的股份 成了最大的股东 而这个非常奇怪的是 海航集团是一个商业机构 但是一个所谓的慈善机构 却拥有38%的这个股份 最大股份 而且人们根本看不到 这个所谓慈善基金会 究竟干了什么慈善的事情 尤其对中国人们有什么慈善的事可言 如果说对中国人们有慈善 为什么又涉在美国纽约 真的是非常朴素迷离 所以这之间的事情非常的复杂 那么前不久美国法院的一项文件显示 这个美国的法院呢 这个依据各方面的这个起诉也好 这个报告也好 展开了这个调查 这个调查其中就是追问 提出了很多几十个向海航公司的提问 最后海航公司不得不承认 他们的董事长 就是董事局主席 另一个并行董事长还没死呢 叫陈锋 承认陈锋是中共党员 是在中国政府任职 承认了这一点 这一点就非常的敏感 因为他是中国党员 根据美国的法律 按照党员他是不能入境美国的 说这个陈锋入境美国多少次 这需要调查 另外中国政府任职 那么这就是中国政方背景 官方背景 他承认了 所以这背后呢 这个有王岐山 有习近平 有他们的家族 据说其中一些人 有可能是他们的这个私生子 或者怎么样 这些事情都沸沸扬扬 但是令人感到奇怪的是 就在这个川普政府 对海航公司这栋大楼 采取同时行动的时候 在中国国内 亲习近平的一些网站 和信息来源 却透露出另外一个消息 说这个海航公司 这个美国查封海航公司 涉及到江泽民家族 说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是海航公司的股东之一 这个还不是境外的爆料 也不是境外的消息 是中共国内的消息 就出口转内销 假装通过对境外放风 实际上是在国内 实际上在国内发酵 这说明什么呢 这说明海航公司背后 不只是一家权贵 而且他们互相有斗争 也就是习王阵营发出的一个信号 就是既然你江泽民 曾庆红阵营 把我们的这个 这个什么股份 这个腐败 丑闻兜出去了 我们也得把你兜出来 所以你们兜了 说这是王岐山 习近平的背景 结果这边就兜出来 是江泽民的背景 说江泽民的家族 也有股份在那边 说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消息 说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是海航集团的股东之一 而且这份报道还说 江志成在万达公司也有股份 而万达公司 正好周知 这个王健林的万达公司 跟习近平家族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的两个姐姐 都是这个公司的股东 投资人 后来假装以白手套 以其他人带股带持股的方式 假装退出 事实上在那边拥有 这个不小的股份 那么当然万达公司还不止一家 万达公司也好 阿里巴巴也好 里面涉及很多 卸任和在任的政治局常委 他们的家属 子女在里面持有股份 那么这份报告 在提到海航公司 跟江泽民的孙子江志成 有关的同时 也提到了这个 这个万达公司 里面也是跟江泽民家族有关系 说明在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 打成了一团 都是争相对外放风 意思就是要死 大家一起死 要完 大家一起完 来个同归于尽 既然你们揭发了 习王家族的 这个贪腐的背景的 这些股权结构 和股份 和公司 那么 同样道理 他反扑 把江派的东西也揭发出来 所以这反映在 最近一段时间 七八月份的 中共内部权力斗争 也就是说 美国的这个一举一动 现在也牵涉了 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 而且这个权力斗争还在北戴河激烈的上演 那么权力斗争 路线斗争 各派系的角逐 都还在北戴河 这个白热化的进行 所以这件事情就令人 奈为 这个意味深长 暴露了中共的派系斗争 那么与此同时呢 美国 这件事情的意义还不止于此 不止于哪一家权贵 哪几家权贵 哪几家腐败的问题 而是美国政府发出了一个讯号 就在美中关系全面恶化 全面对抗美中贸易战 这个越来越这个升高开打的时候 美国政府也在采取其他行动 对付中共的这个权贵集团 既得利益集团 中共对付美国怎么对付呢 我原来说过经济问题政治化 政治问题经济化 其中有一招就这次中美贸易战争 而习近平当局呢 就针对美国的这个农业州 这个或者是制造业州 向这个川普和共和党的票仓 民意知识州下手 试图影响美国的中期选举 影响川普的执政地位 那么当时我就说 这是经济问题贸易问题 政治化 而且是颠覆美国的民主 利用美国的民主来达到目的 那么现在川普政府也可以这么做 也就是说贸易问题也可以政治化 也就是针对中共权队权贵集团下手 事实上前段时间网上就盛传 说美国的这个对付中共的终极手段之一 其中就是公布中共权贵 在美国的这些资产 贪腐的这些资产 并且予以冻结等等 事实上这个有先例 美国在对其他一些国家实施制裁的时候 西方包括对俄罗斯 伊朗 北朝鲜等等 实施制裁的时候 往往会针对领导人 针对领导 冻结他们的资产 限制他们的资金往来 针对而限制他们的出行旅行等等下手 那么针对中共领导人 和针对他们的资产 毫不感到奇怪 说美国政府对海航公司 川普政府对海航公司下手 可以说是拉开了一个帷幕 也就是说 既然你们在搞贸易问题政治化 那对不起 川普也可以用政治手段 而且这还是合法的手段 如果说海航公司在纽约第三大道 850号 这东西被美国以国家安全和各种理由 甚至查非法资金的来源为由 寓意冻结或者没收的话 那美国是以合法手段 冻结中共的非法资金 因为中共这些资金来源都是不明 而且是腐败所得 是收刮人民的血汗钱 事实上中共权贵几代政治局常委 所谓党和国家领导人 在世界各地到处偿付 把他们家属子女转移到国外 而且家属子女都是多本护照 外国护照 就像习近平家族 他的父亲就曾经说过一句话 留习近平一个人从政 其他都出国都移民 习近平的弟弟 两个姐姐都分别是加拿大国籍 或者是澳大利亚的国籍 就习近平一个人全家 习家在国内当裸官 而且当到了最高的裸官 第一裸官 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这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所以回过头来说 川普手上有很多的致命武器 中级武器 其中就是针对中共这些贪腐 在世界各地的贪腐下手 而且可以联合西方国家 联合世界各国 对中共统一采取行动 冻结他们的资产 甚至没收他们的资产 公布他们的贪腐证据 那么中国人民要是知道了这些证据 也都会群情激愤 非常的愤怒 对他们的血汗钱 就把这些权贵集团 经过关山勾结 权钱交易 大量的转移到海外 而这个权贵集团还在国内 大肆进行反美宣传 反西方宣传 还不准在大学里 讲到西方价值 尽管他们只遵所谓200年前的 马克思主义 那么是西方的 另外反美宣传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任何跟西方有关的 哪怕是民主自由人权 这种普世价值 都要给他贴上西方的标签 而予以抵制 但是中国人民会看到 他们的人格分裂 精神分裂达到什么程度 当他们在大搞反美反西方宣传的时候 他们确保他们的家属 子女财产 源源不断的输送到西方 尤其输送到美国 在美国各地 东海岸西海岸 内地到处投资资产 到处偿付 偿借他们的财富 所以所谓的红通名单 什么国际刑警组织红通名单 那都是小儿科 中国政府提供的那些小儿科 什么中下层的官员 什么商人 在红通名单上 中共的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级别 所谓正国级 副国级 政治局常委这些级别 根本就不在这些名单上 而这些才是中国的贪腐大恶 几乎中共的官僚集团无人例外 几乎没有人是干净的 所以这件事情的意义就在于 川普政府只是打响了第一枪 采取了第一个行动 释放了一个信号 就是这场贸易战打下去 中美对抗下去将会发生什么 其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 中共高官的在美国 在西方的资产将全面曝光 甚至有可能其中大部分会遭到冻结 我就说了 美国和西方国家 欧盟国家 可以以合法的手段来冻结 没收中共的这些非法资产 那么这些非法资产 我曾经在五年前写过的 《讲述中美开展》中写到 我说如果说美国和西方冻结了这些资产的话 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交换给民主中国 交给民主中国的政府和人民 把中共从人民身上收割来的钱财 再还给中国人民 我想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提议 一个建议 那么将来完全有可能实现这一点 说这些冻结 目前阶段性的冻结 应该是间接的对中国人民的一个帮助 对长远的中国民主化和宪政的一个帮助 那么另外一个消息是什么呢 另外一件事情我要分析的就是 现在传出消息 习近平可能在9月9号访问北朝鲜 本来习近平原先在金正恩 今年三次到访中国 两次到北京一次到大连 之后呢就传出说 习近平可能6月访问这个平壤 访问北朝鲜 就是说赶在新加坡川津会 川普跟金正恩实现了美朝峰会之后 马上习近平就去北朝鲜访问 或者金正恩在回国途中乘中国的飞机 转到北京又在北京访问一次第四次 但是金正恩对当时这两件事都婉拒了 金正恩没有在结束新加坡访问后 直接飞会了平壤 而没有在北京停留 婉拒了 也婉拒了习近平立即到访 因为当时的金正恩觉得这个美朝关系非常重要 缓和美朝关系 而且由于这个习近平的煽动 在大连对他的煽动 朝鲜的这个变脸 几乎就葬送了美朝峰会 这个美国总统川普曾经就说取消这个峰会 后来金正恩是百般求情 通过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 百般求情 恢复了这个峰会 所以金正恩怕他看得很重要 把他看得 所以当时金正恩就婉拒了中共的这个深度卷入 就这个一方面婉拒了 第四次访问中国 在美朝峰会之后 再一个婉拒了习近平立即到访 北朝鲜的这个要求 所以六月份这件事情就没有发生 那么现在 最近就说敲定要在9月9号 那么现在9月9号就是 北朝鲜的所谓建国日 1948年9月9号 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 现在是70周年 当然这个朝鲜民族主义人民共和国建立 这个国民就是三个假的 没有民主没有共和也没有人民 他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一样 也是三假 这个中国的这个国民 中华人民共和国 既没有共和也没有人民 甚至没有中华 因为中共推行的是马列扬教 是全面扼杀中华文化 把中华文化的精髓几乎消灭殆尽 砸烂孔家链等等 文化大革 那么这两个国民就不用说了 9月9号还有一个就是毛泽东的死亡日 其实毛泽东死亡 这个中共又造假 其实毛泽东是据可口消息 是9月8号晚上10点10 1976年 但是为什么宣布为9月9号临时10分呢 是因为要满足毛泽东的一个迷信 酒喝酒是数字中最大的两个数字 毛泽东在1949年进入北京的时候 通过这个迷信抽签了问卦了 求了这么一个数字 9月9号进入北京 以显示自己的政权稳定长久 那么他临时接近9月9号 结果中共又做了个假 9月8号晚上10点过时的毛泽东 被宣布成9月9号早上临时10分死的 1976年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讲了 中共是彻头彻尾的假 从国民领导人去世日 这都是假的 甚至北朝鲜有样学样 据说金日成的死亡和畜生 有很多造假 包括金正日 都是为了迎合某种迷信的说法 甚至他们的生日 包括金正恩的生日 至今是一个迷 搞不清他究竟是三十几岁 只知道30多岁 因为其中的生日恐怕也涉及造假 中国这边前段时间提到胡锦涛的儿子 为了为了迎合这个接班的需求 迎合习近平执政20年的需求 甚至把他的生日也改小了两岁 先说是1970年 后来又改成1972年 说这些共产党集团的造假 造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连国民里边都是假东西 好 我们不讲远了 我们回头来说 习近平访问朝鲜这件事 那么现在朝鲜 据说北朝鲜已经开始采取行动 这一个月内 就八月份到九月五号 要停止外国游客 停止外国游客到北朝鲜 其实外国游客主要是中国游客 因为在美朝峰会之后 据说 其实从三月份宣布美朝峰会要举行 美朝关系要缓和中国游客就蜂拥而至 到北朝鲜 说到北朝鲜的中国游客给朝鲜带了最大的外汇收入 说是每天到北朝鲜旅游的中国人达到2000人 现在突然要叫停 叫停目的就是要迎接习近平去到访 那么习近平到访了 说还要对旅馆进行盘查 还要进行一些装修 所以这里面就涉及了几个问题 第一个 为什么习近平去访问 要把中国游客都叫停 这说明习近平没有安全感 这些中国游客里面 有可能由他对立的党内对立政治派系 所安插的这些杀手 或者是突击队在那里面 这个这个暗杀小组 那么对他可能不利 说连这些中国人都要禁止 第二个 本来这是北朝鲜的主要外汇收入 中国游客 那北朝鲜为什么舍得 那只能说习近平要给另给他做补偿 就习近平这个不仅要补偿 他这个这一个月 一个多月的这个旅游收入损失 而且要给他加倍的奉还 要加倍的进贡 所以这个金正访问中国三次 中国是大规模的进贡三次 那么现在习近平去到访 肯定些有重金重礼 多少亿甚至几十亿的美金 这都完全有可能 所以这个 这种习近平对金正的进贡将会抵消 金正的外汇损失 这才是金正愿意驱逐这些游客的原因 而再一次说明中国的游客只是工具 被独裁政权推来推去 这个去韩国旅游 去台湾旅游 都要根据政治气候的变化 中国政府叫他去就去 不叫他去就不去 中共把他们当工具 而不是自由人 这个双方发生政治纠纷了 跟台湾跟韩国就不让你们去 路客大陆可不让你们去 或者少去 没有纠纷缓和或者关系缓和的时候 让你们去 所以中国人根本不是自由人 完全是中共手上的一个政治斗争工具 连游客都不例外 那么有多少中国游客意识到这一点 那又另当别论 所以这个在北朝鲜还有两件事 没有解决 习近平这次要去访问北朝鲜 其中有一件事就是 4月22号发生了个大车祸 大车祸究竟死了谁 当时一个满载中国游客的这个大巴士 从桥上翻下去 大雨天 当上车上的人 朝鲜特工死了4个 中共方面 中国方面 34个人 32个死亡 两个人重伤 结果这么一件事情 一个车祸 引发的是什么 金正恩到医院去看望伤者 金正恩到车站去亲自送伤者和死者遗体 这就奇怪了 究竟死了谁 当时盛传是死了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 后来中共假装辟谣 发布了一张远距离的毛新宇的相片 说跟其他将领站在一起 但看上去 没有发布他近照片 看上去 比以前看到的相片瘦很多又矮很多 又瘦又矮 表面上有点像毛新宇 说不知道死的是不是毛新宇 至今没有结论 另外前几天 前不久又传出说 死的是毛泽东的女儿 李敏 就是毛泽东的贺子珍 所生的女儿 因为网上传出一个相片和一段文字 说有个习近平送花圈 叫沉痛悼念李敏同志 右边左边是提名是习近平 当时网上的判断 是当时毛泽东的女儿李敏 在朝鲜出车祸死了 但是后来又另外的消息来源说 这个李敏可能不是那个李敏 这个李敏可能是原辽宁省委的某个 什么副省级的一个官员 说死了同名而已 所以这件事情也没有得出结论 但是仍然是朴素迷离 为什么那么大阵仗 一个车祸会惊动 朝鲜的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亲自出面 到医院到车站 后来不仅如此 而金正恩还维持说非常正路 这个处决了四名北朝鲜高官 负责旅游的这个高官 甚至还处罚了一批的干部 把有的人送给劳教 说明知识体大 至今中国人民仍然不知道 这个车祸中死了什么大人物 为什么不公布 如果说真的是死了毛家人 或者中共高官的什么人 没有什么理由不能公布 某某人死了就行了 某某人车祸死了 开个追悼会就完了 这说明里面可能涉及某种丑闻 或者涉及某种阴谋 某种丑闻不知道是什么丑闻 不便公布 或者就是涉及的某种阴谋 不惯不便公布 比如说一个阴谋 比如说可能的阴谋之音 因为习近平为了大权独揽 在十九大两会上 去把太子党同二代 跟他同血统的人全部驱赶走了 只剩下了李鹏的儿子李小鹏 胡锦涛的儿子胡海锋 其他人全部赶走 那么是不是他这个假朝鲜之手 这个谋杀了这些其他的红二代 或者太子党人物 这不得而知 说这个阴谋见不得天 说这也就不公布谁死了 毁莫如生 连一个人死了都毁莫如生 而且还不是现任的 中共的党和国家领导人 现任的党和国家的七常委都还存在 在那里 对这些政治老人也在那里 应该不是他们死了 那么就是跟他们这个相关的 中共元老或者党和国家领导 相关的什么人死了 居然不宜公布成了一个历史悬案 当然历史有一天会解开这个悬案 解开这个谜底究竟随死了 这件事情还没有交代 习近平要去北朝鲜访问了 其实说到这里还必须说一件事情 其实习近平在2007年成为国家副主席之后 他的首次出访就是北朝鲜 这说明习近平有深重的北朝鲜情节 当时在2008年6月份 是作为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首次出访 他选了北朝鲜 这在中共领导人史上还是很少见的 当时有一个领导人访问北朝鲜 是江泽民 江泽民在1990年 他当任总书记之后 1990年首次外访是北朝鲜 那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的中共因为1989年的六四镇压 受到西方各国的制裁 制裁的其中之一就是停止高层领导人的护访 因此中共高层领导人没处可去 没处可去的话就选了北朝鲜出访 说江泽民当时出访北朝鲜 有这么一个历史背景 但是习近平当上国家附属之后 并不是没有国家可去 但是他首选了去访问北朝鲜 说不定这里面就体现了他这个骨子里的极左基因 所以都说这个大连开会的时候 看上去好像金正恩是习近平的学生 听习近平的这个劝告或者训导 其实宏观上来看 习近平是金正恩的学生 习近平一直想向金正恩学习 不要说这个前五年跟金正恩斗法 习近平是手下败将 这个金正恩又杀了习近平要扶持的 亲众派大将 他的这个姑父张成泽 后来金正恩又谋杀了 这个习近平他们所庇护的 他的这个大哥金正恩 这个习近平是手下败将斗不过 而到了后来这个过程 也不见这个说是这个金正恩学 中国的改革开放 但实际上习近平要学 北朝鲜的统治模式 一党专政一人独裁 非常羡慕 其实前几天习近平的这个亲信 人大委员长政治局常委 栗战书在会见一个日本的议会代表团的时候 说了一句话 他说 他说北朝鲜我们也觉得很头疼 很难办 他一旦我们提出任何跟他们的意见相走的意见 跟他们的想法相走的意见 立即受到他们的反对 而且他们立即就会生气 所以我们跟他们打交道也小心翼翼 左右为难 这是栗战书对美日本的议会所承认的这一点 也就是说 谈不上习近平在训导金正恩 金正恩在听习近平的 说反过来 习近平一直羡慕竞争 想学金正恩 所以世界上都有一个舆论 说之所以反对现在的红色中国 除了他的对外扩张 对内镇压这些以外 其中一点就是 说习近平所领导的中共 正在急剧的北朝鲜化 这个引起了国际社会的警觉 就北朝鲜是个小国 它和国际社会带来威胁 而中国是个大国 如果习近平政权在北朝鲜化的话 那对国际的威胁 那是非常巨大 那这个后果不可鼓量 所以国际社会才引发了相当的警觉 所以这次金正恩 这个习近平到北朝鲜去访问 实际上跟他骨子里的北朝鲜 这个崇拜情节 极左路线 极左基因都有关系 所以这次到金正恩去北朝鲜访问 他很羡慕这个 又很羡慕这个北朝鲜 羡慕金正恩 因为这个一看了 到处是金正恩的画像 到处金正恩的口号 他回头一想 自己在国内的画像被取下来了 标语被拆除了 党内的地位下降了 想学金正恩一眼九鼎 也是红色江山的接班人 可是学不像 所以这个心里不知有多傲了 恐怕他这个倒过来 会很恨这个邓小平 他的父亲恨邓小平 是恨邓小平的副资产 习仲勋恨邓小平六四屠杀 还有这个颠覆改革派胡耀邦 但习近平恨这个邓小平 恨他的政治产 恨邓小平的这个领导人任其字 搞得自己很不方便 先把这个任其字废除 却遭到了党内外国内外的巨大的反对声 以至于现在权威不稳 权力下降 非常狼狈 所以他可能从内心深恨邓小平 那我再看呢 这个实际上他父亲习仲勋讲过一句话 讲过一段话 不知道这个习近平是不是应该重温 这段话当时是在1986年5月14号 习仲勋在老干部座谈会上的一番发言 他说在我们面前摆着两条道路 一条是法治的道路 他这是现代政府管理的这个模式 是向着面向未来 面向世界的一条道路 他另一条道路就还是人质 就还是这个靠学习领导人的讲话 这个加强纪律去防止这个乙权盟司 还有什么由领导人的发号施令来执行国家 甚至用计划金具领导人的指示精神 去解决经济中的种种问题 他如果走这样一条道路 走后面这一条道路的话 他说小平同志就是在乎一百年 中国的体制也不能够转型 所以习仲勋的意思就很明白 无法再走人质的什么全能政府的这条道路 这个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领域 搞政治干预 或者是以一个领导人最高领导人的发号施令 学习他的指示讲话 什么加强党的纪律来约束 这条道路走不通 他认为从他所走的是走的法治的道路 虽然他没有说民主两个字 那法治真正的法治 当然是跟民主相辉相辞的 必然跟民主相伴随 这是1986年习仲勋的讲话 而他的儿子刚好就没有选择习仲勋所期望的那条道路 民主与法治的道路 现代政府的道路 选择的却是一条人质的 倒退的专制的这么一条道路 靠学习习近平的讲话 学习习近平的精神发号施令 甚至于加强所谓党的纪律 来维持各方面的 包括经济领域的这些东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 很明摆证明 习近平的确是不孝自止 跟他的父亲说他不信习 究竟姓什么呢 有人说他姓邓 现在看他不姓邓 说他姓毛 姓得不太像 人家不承认他的权威 他很想姓毛 可惜不姓毛 说他这次恐怕是扼腕常态 遗憾终身 所以这次是不是到北朝鲜去访问 自己心里有很羡慕 恨不得自己姓金 也很懊恼自己不姓金 不能够像金正恩那样 三十多岁就三呼海啸 一呼百应 这个叫做一锤定音 定于一尊 他非常羡慕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他到北朝鲜去恐怕是一个酸溜溜的行程 当然在这个背景下 他还有一点 就跟美国的全面对抗 需要打朝鲜台 继续的巩固跟北朝鲜的关系 所谓中华人民共和国 跟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关系 当然金正恩现在也不是傻瓜 金正恩的主要目的是从中共那里套钱 套经济援助 经济进贡 其他的金正恩自由打算 就跟栗战书所说的一样 只要你跟他一点不对 他就翻脸 所以说习近平跑去朝圣 跑到北朝鲜去朝圣 也就是这么个意义 从这条角度 不仅他骨子里有极左的基因 有这个北朝鲜的基因 而且非常的羡慕北朝鲜 也就是说习近平骨子里有 深重的北朝鲜情景 这就可以解释他五六年执政以来 所推行的这么个极左路线 所以这两件事都说明 中共的内部的斗争 并没有激烈 而且趋一白柔化 川普政府对海航公司采取的行动 是打击中共权贵的重要一步 而中共内部迅速的 就爆发了他们的内部的权力斗争 互相把对方抛出来 江派把习王抛出来 习王也把江派抛出来 这么一个内讧 同时访问北朝鲜 显然有中共内部的一些背景和争议 以至于习近平的访问 是一再延迟 延迟到九月份去访问 我想就在习近平九月份访问北朝鲜的同时 我想中共内部也会发生相当多的故事 包括内斗内哄或者政争 甚至于这些不能排除的一些政变的一些故事 都有可能发生 这些故事是进行式 并不是完成式 好 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